十锦的那个煲仔饭 然后呢 配一个巧克力 那个牛奶十锦水果 哇 好丰盛哦 在数量上 对 从数量上压倒 你说你也是凉 对 你也是凉 好 咱们开座 我们把刚刚剩给你的那些东西的话 已经全部放到桌上了 杰哥 我相信咱家还有米饭了吧 对 那还能浪费呀 那咱也还得吃米饭嘛 那其实现在我就给你们 咱们来做个十锦煲仔饭 你是说把那个剩的熟的饭 做成煲仔饭 大家也可以记录在一起嘛 那我觉得就是 做这个饭的时候很重要 就是一定要好的米 提醒大家买米买面 认准福利门 重量福利门米面 回家吃饭 指定米面 每次大家都剩这一点点 杰哥 能以后给我剩多一点行吗 这就是厨房里的常态 对 如果剩多点的话 那还叫过年还能剩下这么多吗 对吧 你看 给我拿小碗 小碗 然后快点 我说这个其实只是 我用的一块 因为每一块我都用保铅袋包着嘛 对 要不然解冻 你又得一起来解冻 对吧 对 反复的解冻 其实对于这个食物的水分跟营养 其实都会得到一定的这个破坏 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个诀窍 即便你买回来的是一大块肉 对 你也先把它切好来进行分开的保存 对 给我一个熟针板 每次就剩了这一点点的肉啊 咱们也得给它切好呀 咱们虽然是做的是饭 咱也做的要是高大上的呀 对 来点肉 酱牛肉 酱牛肉 这个倒不是剩了这么一点啊 这个是我们要留起来还要做点凉菜的 真抠啊 像是熟食的话 我还见到它就是那个冷藏 你冷冻的话 就是说我们能把它那个炖的水分脱干 口感就会差很难 对 但是如果是生的话就要放在冷冻里面 对 就是生的你要是想保存的时间久的话 就可以放到冷冻 那你像肉类的 就比如像猪肉这种 然后它最长的放到冷冻里面 可以放六个月 也是六个月是吧 对 但是你如果超过六个月 会发现它这个肉就会慢慢地变黄 里面的这个水分呀 然后包括就是它的这个营养物质 其实都会流失很多 无论冻在比如说零下18度 都一样吗 对 好 这不我们把那个熟肉 都切好了吗 还要配个荤素的吗 对 来 我要来切点那个叫西兰花 改一下刀 好 切点胡萝卜 对 对 营养散实了 来 那我开始了 好 给我们玻璃盘 因为我们是在我们做包仔饭的时候 我们要把米饭给它打松软一点 就是咱们吃饭的时候 就好吃米饭 我还以为你给小窍门就是什么 一定要把米饭打松软 不要让它那个什么 成块 成块 这烧热了以后 刚才我们就用油用少一点了 对吧 把什么到我这里都是用少的 对吧 童大厨今天要塑造成一个特可怜的形象 是吧 我太难了 想要把米饭 小白菜小白菜做饭的感觉 对 然后把那个呢 鸡胸肉先放进去 然后鸡胸肉是生的嘛 对 对吧 有个熟的过程 对啊 然后开小火就慢慢焗 焗的同时我们也得喝饮料嘛 对 对吧 你不是说今天香蕉不好嘛 对 那咱们先用香蕉这么来 对 虽然说外面有点坏了 但里边还是好的 对 刚刚我们其实说到水果了之后 还有一个东西的话 也是我们可能要在家里保存的 就是那种干货类 对 买了那种干的虾 虾米啊 虾米 坚果类 对 坚果类 那我觉得像这种 其实它就不需要放冰箱了 应该就放在那种密封盒里 保鲜盒就可以吧 那种像海鲜类的呢 牡丽丁啊 什么那种 瑶柱是吧 对 那种呢 干贝 我觉得就如果是纯干的话 它可以放外面都可以 对 要么它冰箱里面 你还会有这个水分 是不是 对 而且就1cc太多了 对吧 对 加点牛奶 这是香蕉牛奶 香蕉的香味还是挺满郁的 那虽然是说有一些 有一点轻微的氧化的 但是它里面还是保存了 香蕉的营养物质的 现在我们开始这个包载的也差不多了 你看 闻到香味了 对 鸡肉已经熟了 鸡肉已经熟了 我们要放点熟的呢 先把那个生的放进去 对 这个肉应该是熟的吧 熟的 酱牛肉 熟的牛肉 对 然后再把猪头肉 对吧 也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蔬菜 我觉得它这个菜配你那道菜好合适啊 对 刚好我那个没有煮食 它那个汤汁 淋在这个米饭上 而且这个食材的种类也还是很多的 然后你加的这些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过完节了 肯定很的那个油腻嘛 我就用鸡肉 这个不会增加脂肪嘛 对吧 用牛肉也行 然后用那个西兰花和胡萝卜 还有这个菜油菜呢 是干嘛呢 让它减下油腻感 对 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鸡肉放在米饭上特别好的一点 就是鸡肉里面那个汁 或者它出来的那个鸡油又会浸到米饭上 对 所以味道又会更好 还有一个 这什么 酒嘛 喝点酒嘛 酒 对吧 好像是白兰蒂 白兰蒂是吧 然后我们就轻轻地洒进去 让那个酒香味 对不对 对吧 所有的包仔饭 让它米饭还跟那个沙龟油的那个倒热 非常容易净 那这用酒呢 能剪一下它的焦味 对 但是还能保持它的焦脆感 好 咱们后来咱还过来调个汁 来 太太乐 原味鲜 然后太太乐鸡精 芝麻香油 好 淋上去是吧 淋上去 就可以了 做法还是很简单的 对 其实对家里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亮点吧 因为你有的时候你可能我做这个菜 然后如果这个菜很复杂的话 其实也会打消你做饭的这个积极性 那倒是真的 你知道吗 刚才我已经很有压力了 对 为什么我把这牛奶 为什么配了米饭 让你那个肠味也要保存保护好 对 而且不是撞菜 就是它做了什么之后 跟它不要虫在一块是吧 是啊 刚才已经压力够大的 你别看我来捞鱼子 那炒粒还没用呢 稍微等会儿 咱先把这个 煮到这个后 点睛之笔咱往这个放 点睛之笔我还没放 然后咱来一个小锅 小的一个小锅 换个味道好吗 好 我说其实巧克力有必要放在冰箱里吗 对吧 冬天我觉得其实没有必要放在冰箱里 冬天其实也很有必要 冬天放冰药 对啊 你像我们北方都有暖气 其实屋里的温度是非常高的 对对对 我忘了 对 如果你放在外面 然后结果拿出来就变成了巧克力酱 巧克力化好了以后 咱们饭也好了 嗯 那我来把这个拿过来 巧克力酱 巧克力酱 一点点 然后这时候咱们就把火再开大一下 收一下针 好 把它调到这给我行吗 好 调到这 调到这 对 好 五颜六色 调进去 哇 哇 无色 好 来 上来 哇 一打开 哇 可以了 开始拌一下 吃饭的时候拌一下 来 闻起来还是很香的 就是特别有层次感 好吃 嗯 而且就是刚才淋的那个汁 然后还有肉的一些那个汁水 都在这个米饭里 所以它吃起来就感觉特别的 有肉香的那个浓郁 它已经没有加菜做的调味料 都是那种蔬菜的清香 对对对对 包括鸡肉它那个油脂 嗯 滴入进去 我觉得很下饭 来 武夕添加感味仙 太太的原味仙 喊您回家吃饭 紫锦包仔饭 鸡肉切成片 加入蚝油 上下浆 把剩下的酱牛肉 像猪脸 切成薄片 摆放在旁边备用 西兰花 胡萝卜 改刀成板块 用隔夜米饭 放在砂堡里面 鸡肉平铺在包仔饭的当中 隔五分钟以后 把酱牛肉 酱猪脸 素菜 均匀的摆放在砂堡的旁边 焖盖 焗五分钟 倒入少许白蓝地 再焗三分钟 调味汁 放点太太乐 原味仙 芝麻香油 调匀 调好的酱汁 均匀地淋撒在砂堡当中 这不是重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是生的 在焗饭的时候 千万是要把生的肉 先放入砂锅当中 熟的肉是放最后面 素菜和可以跟熟的肉一起放 香蕉 两个奇异果 切成块 放入打碎机 倒入牛奶 打碎 巧克力 加热 倒入少许牛奶 熬化 然后淋入在水果杯里 到最后 摆到水果